今天其實我們主要想說 就是柏金順症的暴行問題 其實很坦白地說 其實不同階段柏金順症的病友 都有些不同程度的暴行問題 就算是一些很初期的患者 都會有一些很輕微的暴行問題 例如如果他們要做幾樣任務的時候 例如如果他們又要背了一個斜背袋 又拿著一袋很重的東西 同時又要走路 很多時往往他們走路的時候 都跟正常人有分別 另外也有研究記載過 一些就算是早期的柏金順症的患者 就算他們可能就這樣眨眼看下去 他們走路好像很正常 但其實他們一天走的步的數目 也會比正常人為之少 所以就算一些早期的柏金順症患者 亦都要開始注意 要開始多做運動 因為這樣往往可以減慢到 他們後期出現一些 比較嚴重的暴行問題 至於一個暴態障礙 尤其是碎步甚至是一個僵凍性的暴態 就是一些比較嚴重的問題 曾經有一個澳洲發表一個比較重要的文獻記載過 一些比較晚期的柏金順症患者 大約是已經發病了10至15年以上的病人 其實當中有八成多的病人 都會他們的走路 都會有一些我們叫做 暴態障礙的問題 而當中有81%的病人 亦都試過有跌倒的情況 而當中亦都有不少的病人 因為這個暴行的問題和跌倒而出現骨折 所以大家都可以想像到 這個柏金順症的病人走路走得好不好 亦都會影響他們的生活質素 亦都會令到他們可能會少些出街 影響他們的自信 以及影響他們的生活質素 亦都會令到他們喪失自我活動的能力 就說都說過 其實不同階段的柏金順症的患者 都會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暴行的問題 現在簡單地說一說 不同階段的病友 會有些甚麼不同的暴行的問題 這些比較初期的患者 其實他們一般在正常暴行的情況以下 就沒有一些明顯的暴行問題 這些病友其實往往平時下街 都可以行動治愈的 不過如果當他們可能同時要做多幾件事 例如他們可能要轉彎 又或者他們拿出一些重東西 又或者他們一路想著東西 一路走路的時候 就往往有些暴行的問題會出現 這些就是一些柏金順症 早期的患者會出現的問題 至於中期的柏金順症患者 他們很多時候會出現碎步的情況 他們的步幅也會很細 而且他們的身體 很多時候都會傾斜 有一些好像婆貝的姿態 而且你看到 就說那個影片裡面 那位病友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走路的時候 然後手臂的擺動 就不是太對稱的 這個也都會影響 他走路的平衡力的問題 至於晚期的柏金順症患者 很多時候他們會有一個 僵凍情況的出現 那什麽叫僵凍情況呢 就是很多時候 這些有僵凍暴態的病人 他們走路的時候 很多時候 雙腳就好像黏住了地 那樣 就很難提起步 走路 而且很多時候他們是想走 但是都走不到 就很難向前搭前的情況 造成一個起步很艱難的情況 還有很多時候 就算他們走路 很多時候他們的平衡力 都很有問題 導致姿勢不太穩陣 那我這裏有個片段 可以給大家看看 可以有聲音嗎 好 好 好 其實在僵凍現象的病人 其實他們有些情況下 特別容易出現 尤其是去轉彎 或者要過一些很窄的通道 或者過一些很窄的門 或者有時在地鐵上面 例如在繁忙時間 可能人很迫 很多 他又要趕著 要上車的時候 這些情況就特別常見 那你見到 其實就說這位病者 他很多時在轉彎的時候 他的腳是特別會碎步 和特別是很難向前走的情況 亦都不是因為他不想走 而是他真的走不到 那這些其實通常 就出現在一些 中到甚至晚期的病人 另外其實很多時候 他自己很想向前走 但是他的腳就跟不上 就變成一個人 就好像經常想中前的情況 所以這個情況亦都會令他 其實特別容易跌倒 那究竟是甚麼原因 導致柏金信證患者 有暴行的問題呢 那其實一般來說 一個人能走到路 就有很多個原因造成的 一方面就是他的手腳有沒有力 二方面是他的平衡有沒有問題 三方面是他的感覺系統 例如說他的視覺 和感覺 即是他的三圍空間 那個perception 有沒有出現問題 這樣的情況 那柏金信證的患者 其實都沒有甚麼大分別 那一般來說 柏金信證的患者 為什麼他走到路出現問題呢 最簡單來說 就是他缺乏多巴胺 導致他的手腳和肢體很僵硬 所以引致他的平衡出現問題 第二類就是 有些人中期至到後期的病人 很多時吃得那些藥 那些藥的藥分太多 也都會出現一個移動症的情況 那他們就會出現很多不同的不自主動作 造成一些大踏步的問題 這些也都會令到患者出現了一些暴行問題的 那第三類呢 就是在說會不會有一些呢 我們叫做非多巴胺能線路的異常 例如呢 我們在說一個叫做 adrenergic 那個Pathway出現 noadrenergic Pathway出現了問題 或者serotonin 那裏 那個Pathway出現了問題 這些呢 都會令到 他的暴行呢 也都會有問題的 那所說也都講過了 那一般人呢 一般人呢 能不能走到路呢 其實他的認知能力呢 都非常之重要 那例如就是 他知不知道 即是還要走多少步路先 到張椅啊 或者他知不知道 即附近有沒有一些 甚麼特別的提示呢 可以幫到他容易些 走得好些 那如果一些人呢 他那個認知能力啊 那些出現了問題呢 也都會令到他暴行 那裏有問題的 另外三圍的空間的感覺 出現了障礙呢 也都會令到他走路呢 沒有那麼好 另外呢 手腳的力量啊 和大腦對肢體的運動的控制呢 也都非常之重要 那所以呢 就 一個柏金信證的患者呢 如果他只是單靠一些 可以補充呢 大腦裏面多巴胺的藥物 甚至手術呢 並不可以完全地解決 他暴行的問題的 不過呢 一些非常之晚期的 柏金信證的患者 他們很多時候呢 除了呢 因為缺乏多巴胺之外呢 很多時候呢 其實他們都會出現了 不同程度的認知障礙 那麼呢 甚至可能他的肢體 甚至他的關節呢 已經完全呢 已經生緊了啊 這樣的情況 那麼到這些 如果去到這些 那麼後期的病人呢 其實呢 很多時候呢 他們可能都不是十分之適合呢 再去繼續走路 或者呢 做一些很劇烈的運動 因為很多時候呢 他們呢 未必 即sense 到呢 他們呢 做一些不同的運動呢 對他們的危險有多大呢 也都呢 未必會適用呢 不同的呢 一些 一些輔助的儀器 例如呢 一些雷蛇的手杖 那些這樣的東西 那所以呢 就 如果去到這個情況的時候呢 那可能呢 他們很多時候都未必呢 可以自己很自主地走路 可能呢 就需要輪椅啊 或者其他的協助的了